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遇到了吃萝卜的季节了 每年的这个季节就是萝卜最好吃的时候 今天就用它来分享好吃的萝卜丸子 做这个丸子是有加面粉的,有加淀粉的 其实都错了,这样都不好吃 今天和大家分享最正宗的做法 外酥柳软可好吃了 首先我们把萝卜的外皮削去 然后切除萝卜头尾 用擦拭器把萝卜擦成细丝 擦拭器上都有大孔和小孔 大家要选择小孔的这里 擦成这样的细丝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只擦一个胡萝卜 一来可以增强口感 二来可以作为颜色搭配 全部擦好以后 现在我们在里面加入一小时盐 用筷子夹拌均匀 然后放在一旁撒一下它的辛辣味 现在我们准备半个洋葱 先切成细丝 再切成小块 不需要太多,一点点就行 用来加点底味 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切一块生姜 切成薄一点的姜片 最后改到切成姜末 一起装入碗中 现在萝卜也腌好了 看看,腌出了好多的水分 我们把水分挤干一点 然后放到案板上 然后放到案板上 改刀切得碎小一点 然后放到案板上 现在来调味 加入一小鸡精 一小生抽 一小蚝油 一小胡椒粉 搅拌均匀 喜欢吃鸡蛋的朋友 现在可以一边打入鸡蛋了 搅匀之后 放在一旁进去入味 现在关键点来了 我们准备一个馒头 这个环节 有些朋友喜欢用面粉 有的喜欢用淀粉 用面粉的话 里面会发黏 用淀粉的话 里面会发硬 这样做出来就很不好吃 用馒头就可以避免了这些情况 我们用料理机打成末之后 倒入大碗中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样的粘稠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取一点点 放在手心 慢慢的给它团紧实一些 就像这样 大黄大小的丸子就行 装入盘中备用 现在锅中烧油 油温稍次放下筷子 能够熏熟起泡的程度 然后一个个下入丸子 掀开大锅实施定型 然后转中火慢炸 中途要不停地翻面 使丸子可以收而均匀 就炸着这样外表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喜欢吃口感 更酥脆一点的 就多炸一会儿 这样好吃的萝卜丸子 就做好了 加入馒头做出来的丸子 底心不粘不硬 非常好吃 玩走外收里软的特别的香 喜欢的朋友就收场吃吃吧 每天会分享不同的美食 记得关注我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